大家好,这里是娱乐八卦任我行,一个时代能够有一部经典之作,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音乐,每一位创作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前骨。 虽然说现在的影视剧中越来越多的都是快餐式的消费,但是经典之路还是需要每个人继续传承下去的,之前就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就比如斯大明治改编的电视剧《中西游记》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今天我们不讲历史,来讲一下《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老婆,老话说每一个名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在支撑着。 在《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可以说是剑妖厨妖剑魔降魔,她们背后的女人自然,也是非常的厉害,饰演孙悟空的人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六小林童老师,而她的老婆余虹,竟然也在剧中有出演角色。 六小林童之前在一个采访中说道,妻子于红在《西游记》中扮演的是天竺国王后,想想也是非常的有趣,悟空和皇后的组合,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现在看来也是萌萌的,两人相扶持多年也是非常恩爱。 不得不说的是六小林童饰演的孙悟空形象虽然之后也有很多人来扮演过,但是只有她才是让观众内心认可的那一位。 除了本人的努力之外,在角色上下的功夫也是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饰演猪八戒的饰演员马德华,她的妻子是圈外人,一直都是非常的低调,就连因为《西游记》火了之后八戒的妻子也是很少有人知道。 剧中两人是早年间经过邻居介绍认识的,很快就相爱相恋并且登基结婚。 虽然在剧中八戒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形象,但是在现实中的扮演者其实是一个好丈夫,这和剧中形成的反差也展现出了一个演员演技的高水平。 这样看来,相比于其他三人来说八戒最低调,沙僧的扮演者是颜怀里,颜老师前几年因为被不感染世事。 在追悼会的现场,有人看到了被搀扶着的颜老师妻子,十分悲痛,沙僧的这个形象在最后的几版《西游记》中都有不同的演员来诠释。 但是颜老师对于角色的精雕戏者和认真态度,让很多人深深的挤住了他饰演的《沙和尚》《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和老婆,其他三位都介绍完了,就剩下师傅唐僧了。 唐僧的老婆可是名其不小,她的老婆是首富,扮演唐僧的演员是吃重了锐,她的老婆叫陈丽华,是富华国际集团的主席。 在《2016胡润女富豪榜》中,陈丽华以505亿元首次成为中国女首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了,和持老师两人也是一直过得非常幸福。